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跟理念老师一起学画画 老师呢今天要教小朋友们画蜻蜓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蜻蜓啊 夏天有没有在户外见过它呢 那我们怎么画一只漂亮的蜻蜓呢 那就快拿出手中的纸 跟老师一起把你手中的纸对折 然后再对折 折好之后跟老师一起画一个漂亮的蜻蜓吧 好老师呢今天画蜻蜓啊 会用到很多种颜色 红的绿的黄的其实都可以啊 小朋友们可以自己选择颜色 但是呢现在第一步老师折完纸之后 要告诉小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笔 你们可以拿出铅笔哦 因为铅笔用橡皮可以插掉 不要像老师直接呢用这种黑色的笔 好那我们蜻蜓呢 一般他喜欢在花上或者是荷叶上 是不是 那我们画这个漂亮的蜻蜓呢 要先从他头部开始画 头在哪呢 这是老师的这个中心线 就是十字中心的这个点 然后呢老师要沿着这个点的左边 在这儿然后往下的位置 老师在这个地方先点个点啊 告诉小朋友大概在这儿 我要开始画他的头 小朋友们看 这个是这个这个折 指折的这个中心点对不对 向左移 左边是哪儿 这边啊 左边 然后下边 到这儿点一个点 那他要怎么画呢 他的头要怎么画呢 老师要先画一个圆 小朋友们看清楚哦 我要在你这个点上 老师这个点啊 开始 好这样 哎 往上这样这样这样 画画画画画画画 哎 画一个圆是不是 然后呢 这边 哎 是这样的 他老师这个圆画了一半 为什么 因为另一半呀 连着的是一只 他的眼睛 那他眼睛呢 在这一半啊 是这样形状的 也是一个圆 小朋友们看啊 老师在画他的眼睛 是从这儿 哎 刚好 是不是 刚好挡住了 哎 这是他的眼睛 这个呢 另一边 他还有一个眼睛啊 也是这样的 所以老师是这样 连在一起的 看 其实是三个圆 是不是 中间一个 旁边两个 对不对 但中间的这一半呢 被挡上了哈 他没有交接的地方 好 老师呢 把纸呢 尽量的放大一点 小朋友们这样看 好 他的眼睛呢 再往上边看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在这儿这样 哎 画一个半圆 这边呢 也这样画一个半圆 半圆之后啊 我里面画一个哈 其实这里面画一个黑色的 哎 这样的 留到一点点白 这边呢 也是 我这里面 这样 哎 留一点点白哈 这样他眼睛会看起来更加的有神 好 然后呢 那这个呢 我也是给他留了白 然后小朋友说 老师你这是什么 哎 老师在这里画一个嘴巴 哎 这样的 他很开心 是不是 他有个小嘴巴 好 之后 我看我的眼睛啊 和他的这个嘴巴画完了 我要画他下面的一个啊 一个body 下面 那怎么画呢 老师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样 哎 画一个半圆形哈 刚好 是左边和右边连在了一起 连在一起之后呢 那我又要怎么画哈 他的尾巴是不是长长的 小朋友们看蜻蜓的时候 没有看他尾巴是长长的 好 我把它这样 哎 往上 右边呢 也是这样 往上画两条线连在一起哈 然后 我把这个地方 哎 给他连上 然后 我再看一看我的这两条线 有没有画的均匀 我可以给他 用我的笔 把它加粗一点 哎 让他看起来呢 其实他还 很结实哈 哎 之后 我用我的笔 把它里面 给他连上 这样 小朋友们看 老师是不是 给他变成 一截一截一截的 然后呢 这他上边画两个像小花瓣一样 这是他的尾巴哈 是这样的 然后 蜻蜓也有什么 蜻蜓也有 他的翅膀 所以呢 老师在这里 看小朋友们看 我这样 哎 往上哈 画一个翅膀 是他的 一半 像叶子一样 像没有树叶 然后下边呢 哎 是刚好跟他连在一起了 这是他一半的翅膀 另一半的翅膀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像叶子一样 另一半也是这样的 往上走 这样 然后另一半的怎么下来 这样 哎 然后呢 他还有一半 是这样的哈 哎 刚好 这是他两半哈 然后他的叶子呢 我可以把它装扮一下 比如说 我画两个这样的 半圆 让他变得更加的好看 是不是 然后错开 一个高一点 一个低一点 这边也是 我把它 哎 一个高一点 这个呢 我把它低一点 就是我这个 蜻蜓哈 然后我现在用我手中的笔 然后再看一看 形状哪里怎么样 我可以给他 让他变得更好一点 好 现在我这个可爱的小蜻蜓呢 我觉得就基本上给他 形状给他勾勒好了 但是呢 我还要给他画两个小角 在哪呢 他站在了什么地方 他站在了 一个荷叶上 小朋友们看 我在这 这样 我们能看见的 这个地方 然后两只小脚丫 下边有两个小球球 对 这样 他喜欢荷叶 喜欢喝水 他也喜欢花朵 是吧 如果小朋友呢 想在这个下面 给他添加荷叶呢 我们可以给他画荷叶 然后画出水 如果小朋友们 想画花朵呢 我们可以给他画一个 漂亮的花 比如说老师在这儿 现在 画一个漂亮的花 诶 这样的 这个花呢 是上面是个波浪形的 然后 两边这样连下来 诶 连在一起 这样的 然后里面呢 有好多的花蜜 这样 有好多的花蜜 好多的点点 做这个花的花蜜 然后呢 这个花下边呢 嗯 有很多的叶子 小朋友们看啊 我把这个先画他的劲儿 这样连下来 到下边 嗯 把它放回去 这样 这是他的劲儿 然后呢 可以给他画出大叶子 这样的 对 重新画出叶子 这边也是这样的 嗯 这是一个花 他正在吸他的花蜜 是不是 很简单 然后这边呢 我也可以画上小的 也可以画上大的 你也可以画上 说老师 那我就不画那么多花了 我画多一点的叶子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那也可以这样 画叶子 这边也可以画上叶子 这样 嗯 这些呢 就看小朋友随意的 这样的发挥 画什么都可以 我们可以 只要是使我们的画面 看起来 让它更加的美观 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我们的叶子呢 也可以中间有这个金 也可以没有 这都没有关系 好 我们的这个蜻蜓呢 还喜欢什么 喜欢 蓝天 或者是白云 是不是 我也可以 给他画几个白云 那白云怎么画 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curve的线 是不是 这样的 然后还可以给他画上笑脸 就是他 很开心 是不是 然后呢 这边也可以画 这样的白云 都可以 使我的画面看起来呢 更加的丰富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给他上上颜色吧 把我这个蜻蜓啊 花朵呀 白云 那我们怎么来 给他上上颜色呢 老师呢 想把自己的蜻蜓 变成红颜色 所以呢 我就选了一个红色 我用一个红色呢 涂在哪 涂在这边 深红色 涂在了这个位置 诶 涂在这儿 然后呢 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 诶 我先把它涂在 深红色涂在一边 然后再拿一个 比深红色 略浅一点的红 我把它涂在这边 这样 对 其实是两种红啊 这边深一点 这边浅一点 导致两种红颜色呢 有点像 就看起来有点相符 之后在上面 老师要用一个黄颜色 小朋友们看啊 我用这个 黄颜色 在它的嘴巴这儿 这样的 诶 它这是黄色的 然后旁边的两个眼睛啊 我用一个 深一点 用一个蓝颜色 小朋友们看啊 我用一个蓝颜色 涂在哪儿呢 涂在这里边 这样 然后呢 外边的地方 我用一个 淡淡的肉色啊 小朋友们看 淡淡的肉色 图在这儿 那我的蜻蜓呢 看起来 很漂亮 是不是 然后它的翅膀 翅膀呢 我选择用 粉颜色 我用粉颜色 在这边上 这样下来 给它走一个边 然后两边呢 都是粉颜色 这样 两边都是粉颜色 然后里边呢 我可以用深一点的 比如说 我用深一点的这个 红色 涂在这儿 哎 这个里边 然后呢 再用更红一点的 涂在这里边 是不是让我这个 两个道 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然后呢 我现在用 浅色 用一个浅一点的 这个粉颜色 再浅一点 再浅一点的 涂在这里边 两边都是 然后呢 有的地方 可以留一点白 有浅一点的地方 这样 红颜色 涂在这里边 然后给它留一点点的白色 每一节呢 给它留一点点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然后这两边 我都给它 涂上红色 然后尾部呢 也可以给它 来一点黄色 这样 好 现在我这个蜻蜓啊 里面 我就给它 涂上颜色了 但是呢 老师觉得 我可以把它外边的 这一圈边 涂个颜色 比如说 我选择了一个蓝颜色 在这外边 这样 来加一个蓝色的边边 来加一个蓝色的边边 把这个小脚丫 加下来 两边都涂上蓝颜色 就它的外围啊 这样走一圈 这样呢 可以使我的这个画面呢 看起来更加的亮啊 更加的好看 好 现在呢 老师把这个蜻蜓呢 用这个蓝颜色 已经在外边 涂上了一圈颜色 之后呢 我的这个花 老师呢 这个花呢 其实它是一个红色的花 那红色的花是 什么样的呢 我的底部 花仙的底部哈 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个颜色 是深红的颜色 然后随着往上呢 我的颜色呢 再有变化哈 深的变成浅的 变成浅的 变成浅的 然后再往上 颜色呢 就变得更浅了哈 我的花 这一点点的变 然后里面的呢 是它的花心 里面的花心呢 我给它用的时候 黄颜色 我给它点上了黄色 好 然后我的这个红色 大红色 我还要在这个下边加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呢 可以让它更加的 有橙色感哈 深红色 然后一点一点的渐变 是不是 变到上边 颜色越来越浅 好 之后我的树叶 旁边的叶子 叶子呢 我还是要用绿颜色 绿颜色呢 我可以用这个深绿色 在这个边上哈 这边是深的 这边也是深的 然后呢 这里边 这边也可以是深的 老师用了同一支深色的笔哈 然后涂了这个一面哈 现在呢 我用浅色的笔 浅色的笔 涂另一面 但是我流出来一道白色是高光哈 就是光 这样 这边呢 这边呢 也是 我也仍然流出来一块不涂上哈 流出来一点点 这样 其实这是我的光 打到了叶子的上面 这边也是 也有一点点 这是我的左边 然后我的右边 嗯 可以用同一种颜色 也可以换绿哈 但当然都要用绿色 因为它是同一个色系哈 我可以用更浅的绿 在这边 让它有变化 之后呢 再用另一种绿 这样的 让我的叶子呢 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哈 跟刚才的那边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叶子 然后另一面呢 也可以 就是要用同一种颜色哈 同一个绿色 然后呢 然后让它能变出 不同的 有深有浅 这样才能丰富 我们的这个画面哈 好 这是我下面的 这个叶子 我把它画完了 那天是什么颜色呢 小朋友们一定会说 老师天是蓝的 一点没错 天呢 我们把它涂上蓝色 老师呢 用一个淡淡的蓝色哈 涂在哪 涂在这个边边上 好 另一边呢 也是 就是沿着我这个刚才画过的这个边边 把它涂上 这是我的白云 然后里面呢 小朋友们如果喜欢可以涂上颜色 不喜欢可以不涂颜色 之后我的背景 我可以比如说给它点上各种各样的点点 大的 小的 有深蓝色 浅蓝色哈 都可以 我们可以给它 使我的画面变得更加的丰富 比如说我画很多这样的点点 在这个下边 然后也可以多一点 也可以少一点 嗯 这样的点点 然后左边也可以 然后画一点大的 然后呢 你可以用深一点的蓝颜色 浅一点的都行 好 之后呢 我再用我这个点 小小的 这样把它点上 好 现在呢 老师的这个漂亮的什么呀 漂亮的蜻蜓 就画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呀 有没有学会呢 如果喜欢的话 就请给老师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了 好 这一期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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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